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改进了雷达和更新了现代化的电子设备等系统 因此飞得更远 打击的范围更大 打击精度也更高 一般估计 正常在大量由轰6小时的3吨提高至9吨 最大航程由轰6的5800公里提高至超过8000公里 作战半径有2000余公里 扩大至超过3000公里 轰6K的最大突防速度 应该为10在0.8倍音速左右 挂载6枚常见时巡航导弹 导弹空射型重量约2吨 6枚弹重大约12吨 常见20的有效射程 在1500到2500公里之间 一般我们见到的军围挂挂载两枚巡航导弹或者训练弹 笔者认为这是为执行战备巡逻 获得更大的航程 而采取的办法 同时还能应对不同的突发情况 与轰6K同行的还有贴身护卫 就是双发的苏系列战斗机 或者歼11系列战斗机 当然还有执行伴随任务的电子战飞机 情报机 乃至后方还有空中指挥所的预警机 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伴随任务的飞机链接的 还有后方强大的战区基地指挥机关 大家也不难发现 由于实战要求 贴身护卫的战斗机是无法进行空中加油的 所以我们的战斗机一般军围护航至一半航程时便会折土返回 这也是我们战斗机一以实战姿态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一般军围两中两进的火力配置 也可能还有苏系列或者歼10 一系列没有制式富有相配置的原因 放映解放军空军 目前每每巡航的状况 均未见到我其他诸如歼10系列三代或三代半种歼 也许大家会想到会担心歼10系列属于单发行战斗机 还有歼10系列较小的机体和载油量 不宜在海上远航 也可能这是和平时期可以考虑的因素 同时还有另一个不了忽略的因素 便是在飞行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会与潜在对手的双发重型的F15过招 虽然歼10系列技术水平不差 缠斗开始前必须扔掉副油箱 要不就挨仔 在远海进行缠斗后 耗油过多 而且丢掉了副油箱 真是得不偿失 从而导致护航路程更短 同时 在双发机的大力出奇迹面前 我们的中型单发机毕竟不占优势 更何况是在远海 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经常看到的熟悉的配方和熟悉的味道 相信 在未来的两三年内 这种情况肯定会有翻天覆地的改观 军部舰 美帝的搭载着F35C的两栖攻击舰 已经在东海进行了潜降 日本的F35J也已经交货 而且日本的四代战机飞行员 早已在美国进行受训 同时还有落马公司居然放风 要与日本国在F22的基础上 研制F22和F35的合体型战机超强战机 不管会不会像以前发生F2型战斗机那种造型 我们周边的第四代隐身战斗机已经泛滥 因为在不久的未来 我们的歼20 为轰6K护航 将成为必然选项 而且护航方也会发生换代式的改变 歼20凭借自身的隐身特性 可以进行远兵远防的手段 通过后方传递的数据信息 对敌进行偷摸的击杀 然后快速躲藏起来 让敌人找不到哪里打来的棒子 同时利用自身的上反单翼 大鞭条和大长宽比检组的机体 还有无外挂获得的检组优势 轻松获得打航程不是梦 如果还嫌不够 同时 由于是隐身战机的特性 敌人就很难发现 所以就算轰6K身旁半飞的没有歼20 也会让敌人投鼠忌器 因为不知道有没歼20在护航 这也是隐身性能的强大威慑 当然了 在现阶段三代机还是世界航空力量的主角 所以我们的三代双发战机的贴身护卫轰6K这种景观还是要存在的 因为歼20的护卫是实打实的震慑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 也许过几年轰6K的身影 也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毕竟我们的隐形远程 打击系统在快速研制 那就请别扭用心的诸位珍惜现在的影像吧 到时候心里隐形战机 隐形轰炸机 内心会不会崩塌 历任封任责任编辑